日前,借着1R-10电子侦察机,被以色列坑落的契机,俄罗斯快速将S-300防空系统运至雪利亚,作为定交付器军防空部队。 我们知道,过去出于对以色列、美国态度和地区局势的考虑,俄罗斯一直为基于市政府军先进的防空武器,这也导致雪天空,成为多国战径来去自由之空域。 如以色列就多次出动战机对市境内目标进行军事打击,毫不在意侵犯是领空主权是否会被武器击落的问题,因为去防空部队武器还处于较落后的F-200水平。 对于以色列先进的F-15、F-16甚至于F-35战机来说,威胁并不大。 但随着市政府军逐不取得全国的领导称和战争的最终胜利,空防问题越来越突出,而俄罗斯作为主要盟友,为了自身利益,也必须阻止一些国家来去自由。 F-300防空系统的部署,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。 叙利亚防空部队近日就宣布,该国先接收的F-300防空导弹首相告捷,在地中海沿岸成功锁定一架以色列侦察机,并将其逐出额序防空识别区。 同时许军方还表示,在F-300交付使用后,被入许利亚领空的外国战机数量已经大大减少,过去来去自由的以色列,目前也不再有空袭行动。 尽管以色列强硬地表示,将派出F-35战机继续空袭行动,但因为顾及俄罗斯的态度和战机出动风险,目前仅限于口头之上。 西方空袭力度减小,援助力度降低之后,躲藏于伊德利不舍的反对派,装有一心意开始选择撤离,将下领地盘放出,以色列的尴尬和武装分子的撤离,显然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局面。 为了给以色列撑腰继续展开空袭行动,当地时间5日,四架美空军F-22猛前隐形战机从阿联修空军基地起飞,加换附油箱以及在两架加油机半飞下,只飞2000公里,横穿叙利亚南部空域,最终抵达以色列境内基地。 据悉F-22抵达后,将很快投入到了地中海和蓄意边境的战斗使罗任务中,很明显美国空军死指示的警告俄罗斯和瑞利亚,即使有F-300防空导弹依然无法组织美以空军对瑞利亚的空袭行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